原来乌雷对赵露丝的爱都藏在眼神中 昨天想必大家都知道是雷雷的24岁生日 上一期我们讲了雷雷和露丝的皇冠互动 但大家是否知道 当天的她还拍摄了一组生日写真 照片中穿着一身大衣的乌雷 来到户外雪中的站台旁 她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双手插兜 目光遥遥望向远方 就是不知那目光所及的远方 思念的会不会是露丝 雪中的少年阳光干净又帅气 不知不觉乌雷也已经都长这么大了 从童馨出道至今 她一直都用实力说话 一步一个脚印变得愈发的成熟沉稳 更有男人味 但是身上的少年感却依旧浓郁 羊羔卷大衣搭配白色针织衫 简约大方又时尚 曾经小小少年的肩膀 也成长得愈发的宽阔了 雪花翩翩落下 落在她的头发衣服上 少年渐眉星目 英俊潇洒 抬头仰望天空 刀削刻般的脸庞 泛着迷人的光辉 真的好喜欢她呀 接着到了晚上 更让大家惊喜的是 我们的蕾蕾发布了一张 她驾车经过澳门巴黎人的照片 照片中蕾蕾隔着车窗 深情凝望着美轮美奂的高铁 而这个地方 我们的露丝也曾来过 8月的时候 我们的露丝也曾发布过 自己和这座铁塔的合照 所以吴蕾出现在这里 真的就很耐人寻味 再仔细看看 蕾蕾望向铁塔的眼神 温柔中带着丝丝宠溺 这是看美景会出现的眼神吗 于是我们通过对比发现 蕾蕾的这个眼神和星光大上 她望向露丝的眼神 简直一模一样 所以说那一刻望向铁塔的吴蕾 心中想的应该是露丝吧 除了这些 近期吴蕾赵露丝拍的杂志中 我们能看到 那个眼神的构图 灯光居然一模一样 就连摄影师都是同一个人 简直就是情侣杂志好不好 当然还有他们共同穿过的 蓝色情侣装 这款式类型 谁看了不说一模一样 甚至小编挖掘两人的私下照片 无意中还发现 他们有个一模一样的水杯 所以综上很多小细节 都能够证明 吴蕾赵露丝的关系并不简单 于是乎 吴蕾和赵露丝的恋情传闻 引发了广泛关注 有网友爆料称 两人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而且经常高调秀恩爱 因为在10月份的时候 吴蕾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每个四季都有小熊陪伴 一次再向赵露丝表白 而赵露丝也在晚上直接靠似小熊 回应了吴蕾的表白 让不少网友大呼 官宣了吗这是 作为年轻的演员 吴蕾和赵露丝在娱乐圈中的人气都非常高 两人此前曾在多部影视剧中合作 因此也传出了不少绯闻 不过两人一直都没有正式承认过彼此的关系 而这次他们的互动却如此高调 让不少粉丝和网友都感到惊喜 吴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每个四季都有小熊陪伴 这句话似乎是在向赵露丝表白 不少网友猜测 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 每个季节都有你在身边 表达了吴蕾对赵露丝的深深情感 而赵露丝也在晚上直接扣似小熊 就这还不算官宣吗 这一系列的互动让不少网友大呼 太甜了 而这也让他们的恋情传闻变得更加真实 虽然两人还没有正式承认过彼此的关系 但是从他们的互动中可以看出 两人的感情已经非常稳定 不少网友也表示 他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甜蜜的互动 同时也期待着两人能够早日公开恋情 除了两人的恋情备受关注之外 他们的演技也备受认可 吴蕾和赵露丝都是年轻的演员 但是在演艺事业上都非常努力和有天赋 他们不仅在影视剧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经常参加各种工业活动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因此不少网友也表示 他们非常喜欢这两位演员 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继续为大家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总之吴蕾和赵露丝的恋情传闻 虽然还没有得到正式的确认 但是从他们的互动中可以看出 两人的感情已经非常稳定 而他们的演技也被受认可 相信未来一定会在演艺事业上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甜蜜的互动 早日公开恋情 为粉丝和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那么这次累累的生日 会不会也是在和露丝大秀恩爱呢 其实说起无蕾 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当然这个是网友也说过的 除了骑车 露营 养狗 这些符合青年人的生活方式 他给我展现出的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工作和生活是一个分得很开的人 不是说生活时不与剧组演员来往 而是他在自己生活时 即使去玩也会和普通剧组演员保持距离 不是说冷漠无情 而是心中的距离 特别是女演员 我感觉他会很舒服的让对方感觉到 我们就是朋友 即使我对你好也是绅士行为 所以这次他和露丝这么多甜蜜的举动 我在怀疑他这次真的动心了 他的生活态度也是我喜欢他的一点 比如他会抽时间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去突破自己 克服恐惧 当然这是因为这些体现出他的少年感 去观察他的照片 当他不笑时很难看出他的阳光 但是你通过他的片段 动图总以观察他的说话语气 用词变得马上盖得到 他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甚至有点憨憨的感觉 但是我想说 这不正是二十多色的男孩展现出来的吗 这是因为他不在戏中的塑造 更贴近真人的表现 也拉近了距离感 没有硬拗人设 多了份活泼与青春的活力 至于他的成熟 通过外表 第一就是肌肉 其次就是图片的展现 以及戏中的塑造 这几年的戏 感觉正在向成熟之人转型 临不移 陆小北看似是少年 却能让粉丝感受到不一样的 硬汉感的他 工作上 包括他对待工作的态度 也是一丝不苟的 最后的最后 我累是没啥包袱的 我相信其实在屏幕前 大家看到的他 基本上就是生活中的他 除了他痛苦的时候 不愿展现出来的 但是他的处事态度 生活态度 应该就是乐观 积极 只是他心中痛苦 别人不容易感受得到 而且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 虽然说他的母亲和姐姐 作为管理他的人 但是别忘了 他也二十多岁的 接受过教育的正常人 应该还是会有自己的主见判断 而且对自己未来明确的人 不过明星处于娱乐圈 绯闻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也有些是真的 所以作为追星人的我们 其实应该尽量的去避免参与这些 我知道好多人是妈妈粉 或者是女友粉 看的绯闻肯定会很愤怒 但是我觉得 演员 明星这个行业的诞生 并不和其他普通职业 有什么差别 其实对于我们喜欢的偶像 我们更应该把他们当成普通人 退去光环 然后再去发现 自己偶像真正的发光点 然后和他靠近 我们的生活需要正能量 而非充满娱乐八卦 以及负面的新闻 比如一些不好的CP行为 黑粉键盘侠等等 其实扪心自问 我们生活中谁能忍受 或者是谁能去做到 我们真的追星 就是应该在偶像身上 学习好的地方 秉出不好的做法 而非去吹捧 每个人都有不足 偶像亦是如此 偶像的完美在于 你自己内心的想象 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凭借想象 幻想这股风 成就更好的自己 而非一些过激的行为 所以还是多关注自己 少关注他人 当我们有一天 有能力去做一些 维护自己喜欢的人的 事情的时候 即使可能不喜欢了 或者是喜欢已经冲淡了 但是我们总会感谢 那个激励我们前进的人 我想追星最好的样子 不是为他花了多少钱 或者为他喷了多少个黑粉 而是提升自己 与他并肩同行 成就更好的自我 那么大家觉得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